大家好 张老师 因为我以前很多机研 我参加过很多宫庙 那宫庙的话 都有那个什么 赏太柱 技工 还有一些神情 那我要讲的例子是真的发生一件事 以前就是有一个警察 你知道吗 有一个警察 无聊 年轻的警察 大概快30年前的事 他去拜了一家技工的宫庙 结果那个技工就忽然跟他讲说 哎呀 你这个警察不错喔 但是你警察干不久 那警察吓一跳说我是不是快死了 结果技工就跟他讲 没有啦 你警察干不久 因为你人不错 所以干不久 这个警察百事不解 我人不错 为什么干不久 所以那个警察就开始对那个技工打个问号 说 庄校尾 怎么可能 结果就很多很多问题状况 这个警察就离开警戒了 他必须要离开警戒 结果离开警戒之后他一找这个技工 又忽然说 谢谢你帮忙 我要离开 你需要我什么帮忙 还是我要怎么来写 技工说不用啦 不然你写一个牌子 那个感谢牌子给我啦 那个警察就说好啊 那个警察就写一个感谢的牌子 然后署兵 那警察在干什么 就写一个某某分级的警员 就给那个技工 那技工就放在那个神堂 最闲的地方在这里 后来那警察就离职了嘛 就离乡被警到外地打拼了 从此不是警察了 好 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 有一天那个警察一年后回到 以前服务的地方嘛 叙叙旧啊 吃吃饭啊 找找朋友 哎 就你听到说 哎 学长啊 以前有一个神坛 你是不是去拜光中 你怎么知道 他说 那个神坛啊 被人家控告啊 就是好像妨碍自由啊 有人抓一个女孩子进那里 我们俩说要除妖啊 之类的 然后有人去报案 警察去处理 结果我说 那个事情 我说对啊 结果去现场的时候 那个技工就 就指那个牌子 然后就退嫁了 他说 报告学长 我那时候是要办这个案子 觉得说他们是诈骗集团 你知道吗 神棍啊 结果看到你好像有写一个牌子 说感谢他 会我良多之类的 我就放他一门 你想想看 各位 我对这种公庙喔 这种附身这种 我是很敬畏的 他可以知道一年后一次 他没有要求我要捡钱喔 捡黄金给他 因为民国七十几年的 那时候我们的氛围就是 打那个黄金金牌你知道 他不要喔 他说 你打一个牌子 他写一点东西给我 因为刚好那一个警察 在警察界里面 小警察而已不是大 做人还不错 有点口碑 就是人家觉得这个很算正派 所以那个他的学弟啊 他带出去看 这个学长就是很正派的人 所以他认为他没有说完 就放过他 你看 多恐怖的事情 我常常讲这件事情啊 真人真事啊 有岸可考的事情 附身 台湾现在很多宫廟 像虎爷 也不错啊 虎爷 虎爷 人面里有没有 讲到虎爷的故事 这个附身还好 为什么我说他还好 他有一个地方 他必须要一个固定的地方 他有固定的时间 他有一些规定 我认为这个就很好 你信不信 这个灵过来不会太差 第二讲通灵 第一个这个通灵啊 我要强调一点啊 在西藏 他们也有请神的仪式 西藏 他旁边一定要很多谈讨 要庄严那个会场 为什么他怕很多鬼来 所以一定要那个 西方三圣的像啊 然后一些鬼差啊 利杜姆啊 利杜姆啊 还有什么 白杜姆之类的 在那里 呵护那个法长 他会做结界 为什么他怕很多鬼进来 但是这个Tony的时候 有时候就很惨 你要办案 你时间没如何 比如说人家今天要跟你问 你没有固定时间给人家问吧 这个就不好 所以Tony有时候常常你没有来 他自己乱讲 所以他本人 这个机组本人 就跟他那个灵冲突到 到时候死得很凄惨 这个都会死于暴毙啊 心机梗塞啊 出意外死亡啊 这个很可能 甚至有的会自杀 他的那个脑波啊 被人家控制住 现在是最流行说 脑波被人家控制住啊 那我们从心血眼光来看 叫做负面思考 负面思考 这两个还是不究竟 最究竟是修行 你们可能各位 可能会认为 会算命很厉害 对不对 哇好厉害这样掐子一算 其实这又怎样 你修行到一个境界就会了 你会知道你的前世今生啊 你会知道你的今世后果啊 都知道啊 所以修行是最终极的方法 无论你在走附身通灵 还是你在走医通 你在练习命 一定要透过修行 修行你可以透过打坐 静坐 念经 吃树 吃灾 还是定期的布施 这个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修行 不要把它想成宗教的 修行简单讲 修正行为 叫修行 有一些灵界的朋友 也会透过一些凡人 他想要做一些善事 回归给人 如果你们碰到这种情形 就跟他讲 你就好好来这里听听清就好 不要跟他做通灵的东西哦 因为每个灵都 每个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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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灵?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漂浮灵? 他为什么不去投胎? 就是因为这三件事啊 灵! 撑!施! 最近不是今天不是新竹刚好在送蚂掌吗 有没有送蚂掌有没有 说真的那是指一个仪式啊 安定人心 每个都有灵面嘛 都有撑面都有吃面 我让你三个 中两个就成了 灵还好 撑恨 我很气他 为了他我宁可不投胎很多耶 很多临死钱有没有发过业言 我不会放过你的后代子子孙孙 天哪下这种毒誓 那你发这种毒誓那你就不用投胎了 什么叫吃? 挨个男生挨个女生有没有 然后悠悠荡荡 在一望无影漫无人际的荒烟大草当中 就你一个人 我吃信我要等我男朋友 百年 百年修得同传度耶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整眠 你想想看 这么吃啊 五百年修行看他一眼 再五百年希望跟他擦身而过 一抹一回 一回头一抹一笑 都是因果 注意啊 所以老师都是跟各位讲 万一你们有机会碰到有人说 耳巴再跟你讲一点声音 不要去理他 继续念你的基督 如果你很怕的话 你就念地藏基督 因为地藏基督讲地藏王菩萨 在地义当中谁最大? 地藏王最大 你找他就对了 你看不起我 你要看得起我后面的老师 我的老师就是地藏王菩萨 他一定要卖给你面子啊 懂不懂 地藏王菩萨没有人敢假 人往生的时候 常常一些王爷啊 一些神跳出来啊 说我要接应 没有人敢装 释迦摩尼佛 没有人敢装地藏王菩萨 没有人敢装 官司音菩萨 全不是王爷那一阶级 还是说你的祖宗 所以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好 他在跟你讲啊 当你在做梦的时候啊 梦到你的亲人啊 或悲或蹄或哭或闹啊 还是你梦到鬼来吓你 地藏王菩萨就慈悲跟你讲 那是你过去的亲人 在地义受苦啊 那地义那些鬼差啊 牛头阿棒 会跟他讲 好不好给你五分钟打电话 找你的亲人来给你做一点功德 他当然找你啊 只是你忘了而已啊 他在第一代的几百年 那个脸都变形了 当然看起来像鬼一样啊 所以地藏王菩萨在第一章经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梦到一些人 或悲或蹄或哭或闹 那就是你累世的亲人 在跟你求救 你赶快做一点善事 有没有 煎一点米啊 放一点身后 然后念经回向给他 就是说 你可以跟那个土地公主 我那天梦到什么 我把我念经的功德 故事的功德 回向给我在其他家做的恶梦 给我累世的亲亲 累世的亲人 地藏王菩萨在地上交代第二件事 如果你往生的时候 看到你以前的亲人来接你 你的公公啊 你的婆婆 你的爸爸妈妈 还是你的爱人来接你 还是王爷之类的神来就不要去喔 那都是鬼道周真要牵你 不要去你 除了地藏王菩萨 除了释迦摩尼佛 听好喔 还有除了观世音菩萨 你千万不要乱跟 还有奥密陶佛 世尊佛 你千万不要乱跟喔 喔 因为这个是比较高阶的心情工作 我要讲 因为我陆续会讲这种东西啊 因为这个不是秘密 也不是常识 就是死后世界的一面嘛 今天讲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讲那个 中医生的界面问题 他的界面怎么转界人 怎么转界回去中医生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